大家好 我是在家做出擺編戚風蛋糕的佳吉老師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辛亞老師來我們現場囉 哈囉 佳吉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辛亞 佳吉老師啊 我發現最近有很多個同學他都問我說 他搞不清楚戚風蛋糕 海綿蛋糕 還有磅蛋糕這三者的差別在哪裡 可是我發現這其實不只是他們共有的問題 也是很多初學者 蛋糕初學者他常常遇到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這三款嗎 那其實戚風來說我們有稱為雪紡蛋糕 對 這就是我今天特別穿這個雪紡衣服來的 其實我最喜歡的也是戚風蛋糕 因為他的蛋糕體比較吃起來口感比較輕盈一點 那其實戚風蛋糕的糖量跟油量算中等 然後最多糖是誰你知道嗎 這個 對 這海綿蛋糕 非常地甜 然後因為他要支撐他的蛋糕體打發程度 所以糖要加非常非常多 然後就是他主持非常乾 他油量最少 但是他的高度會比較高啦 誰最優勻知道嗎 是成力比較夠 誰最優勻知道嗎 誰最優勻知道嗎 這個 對 這個是 奶油含量最高的 那他們的柔軟度呢 柔軟度是誰比較優啊 是戚風的 他比較柔軟 對 再來這個旗翅 然後這個是最扎實的 像那戚風蛋糕是我最喜歡的 他的柔軟度很讚喔 那他除了這樣子的造型 還可以做什麼樣的 他可能做東西很多耶 像我們做貝斯蛋糕 我們可以做成生乳捲 甚至說我們要做成像常見的那種 舒芙蕾一種氣風的做法 就是現在很流行那種厚的 厚鬆餅 厚舒芙蕾那種的 了解 這三款的做法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詳細介紹一下 就是說他最基本的 怎麼做 那以氣風來說有沒有 大部分是蛋黃骨跟蛋白酸做混合 那蛋白酸的紅發度會更高一點 所以他更加的輕盈 更加的好吃 然後呢 放蛋糕一般是使用奶油跟糖 先打發之後再加入蛋液均勻滷化 最後加入麵粉類跟膨脹劑均勻烤配 那海綿化是用全蛋打發 或者是分蛋打發的方式 將蛋先打發之後 利用糖去補它的空隙 那打完之後呢 就會拌入我們的麵粉 讓它變變非常結實的去烤 對 你就做法越有不同 所以這三款 有加蓬發劑的就是這一款囉 棒蛋糕囉 其實這個也會加 這個也會加為了它的高度嘛 對不對 沒錯 那這三款我最喜歡氣風蛋糕了 因為氣風蛋糕的組織非常的柔軟 它很柔軟而且很很 我覺得很細緻 對 一般我們用做生日蛋糕那種的 它都是用哪一種比較合適 其實現在很流行用氣風 可能讓它組織更加的紮實的氣風 或者是說用海綿蛋糕來做它的蛋糕體 因為海綿蛋糕的蛋糕部分的話 如果你做的是方糖蛋糕的話 翻糖它本身的重量非常重 把蛋糕壓扁 它有支撐力 對可能撐不住 是 了解 那這個棒蛋糕應該是 國外的比較喜歡吃 因為他們天氣寒冷 所以吃這些高熱量的 是 如果想了解更多氣風蛋糕相關知識 我本次以PlacePlay合作一堂氣風蛋糕課程 從器材講解 原料挑選 蛋糕熟做到變化 手把手帶你的家 做出百變氣風蛋糕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囉 佳吉老師的百變氣風課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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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ieci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